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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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给我们机会 我们可以一起相聚在祂的脚前 我们一起来读旧约小先知书中间的约尔书 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约尔书第一章 从第二节我们要读到第七节 约尔书第一章 我们要从第二节读到第七节 那这一段的圣经 我如果给他取个题目的话 我会称他为 从危机中得到祝福 从危机中得到祝福 如果你看第二节 他一开始他这么说 老年人啊 当听我的话 国中的居民啊 都要侧耳而听 在你们的日子 或你们的列祖的日子 曾有这样的事吗 我们华人 可能不是太了解欧洲的历史 在1755年 11月1号 上午9点40分 在葡萄牙的Lisbon 有一个六分钟的地震 那一次的地震 不但把Lisbon这个城市 所有的建筑全都毁掉 有六万人当场死亡 并且 那一个地震 带下了一个很大的海啸 一直到Morocco 以及很远的阿尔吉尼亚 那些国家 都受到那个海啸的伤害 这一个地震 对着当时的欧洲社会 带下了极大的震撼 是因为在那个年代 欧洲经过了宗教革命 经过了很多其他的动荡 他们终于有了和平 经济发展得非常好 社会很安定 人们对着明天 充满了盼望 那个时候的教会 那个时候许多传道人 都喜欢说 万事要互相效力 那万事要互相效力 这句话 英文是说 All things works good 是所有的事情 都会带下一个良善 都会带下一个好的结果 人们对着这一段的圣经 罗马书八章的圣经 并不是很了解 那个时候的人以为 神掌权 神是良善 所有的事都是良善 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大地震 在那个时代出现的时候 人们就要问 上帝是良善的吗 如果是一个良善的神 他怎么不阻止这样子的灾难呢 如果他是良善的神 而这么大的灾难又发生 岂不是说明 他要不然就是不良善 要不然他就不是全能 如果他是全能 他怎么阻止不了这个灾难呢 如果他可以阻止而不阻止 岂不证明他不良善呢 这样的疑问 在当时的教会 带下了很大的麻烦 许多人都迷惑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 在我们的生命中 可能我们不需要这么大的灾难 我们也会问一些问题 一个失恋的女孩子 他会怀疑 神啊 你为什么允许 那个没有良心的男孩子变心呢 一个小孩 他长年生病 你能够想象他的妈妈 多年的祷告 没有得到应允 他的心中 是不是要问 神啊 你良善吗 你存在吗 你有能力吗 我的一个朋友 他17岁 独生的儿子 礼拜六的早晨 高高兴兴的 骑脚踏车出去玩 15分钟以后 警察来敲门 告诉他们 他们17岁 他们17岁的儿子 被撞死 当人遇见这样的事 怎么办 人还能相信这一位神 是全能的神吗 人还相信这一位神 是良善的吗 基督徒 面对这样的问题 真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 怎么回答 邪恶 罪恶 灾难 这是我们所生存的世界 我们不能逃避的事实 特别是我们碰到一些 所谓的自然灾害 当然我们都知道 人常常归咎于自然灾害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人祸 可是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算大部分是人祸 还是有一些 也不是人造成的呀 就算是人祸 难道这不是天赋世界吗 请每一个弟兄姐妹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 确确实实是天赋的世界 但是也请你记住 这一个世界 却不是天赋当时所创造的世界的 那个样子 今天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 圣经里面 清楚地告诉我们 是浮在虚空之下 叹息劳苦 等待神的种植显现 这是罗马书八章里的话 我们的主 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基督徒必须知道 我们要面对苦难 虽然我们不见得可以完全了解苦难的奥秘 但是我们要跟约尔来学 我们要学会勇敢地来面对 约尔面对了以色列百姓 空前未有的大灾难 他没有做一个把头埋在沙里的鸵鸟 他没有告诉自己 一切都没有问题 相反的 约尔在那里大声地呼喊 呼喊神的百姓 来面对现实 老年人啊 当听我的话 国中的居民啊 都要侧耳而听 在你们的日子 或你们列祖的日子 曾有这样的事吗 为什么先知会这样说呢 因为你要知道 在那个年代 没有录影机 没有照相机 所有发生的事 后代的人怎么知道呢 都是一代一代的口传下去 那个年代 甚至于连书本都还没有 所以约尔要说 老年人啊 当听我的话 国中的居民啊 要侧耳而听 你们要来面对这个事实 你们要来看一看 以前有过这样的事吗 这个灾难非同小可 老年人什么意思 就是那些活得够久的人 要他们想一想 以前可曾发生过 这么可怕的灾难 先知也要全国的百姓 都去打听打听 有过这么可怕的事吗 为什么先知要这样做呢 他要确定 神的百姓明白 他们所面对的 不是一个小事 不是一个普通的事 这是很严重的 这是很特别的 一个蝗虫的灾难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就像当时的 以色列百姓一样 常常是忙忙碌碌的生活 我们常常会以为 日子就是会这样 一直下去的 我们以为生命 不会有什么突然 特别的改变 可是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一件事 人生的道路中 一定会有一些灾难发生 而当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 它要打乱了我们生活的规律 它要破坏了我们许多的计划 和许多的梦想 面对到这样危机的时候 其实是每一个神的儿女 在神的面前 学宝贵属灵功课的 一个好机会 曾经有这样的事吗 这正说出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介入 都是要带我们去经历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 我们一生所走过的道路 真的就好像当年 耶和华带着约书亚 从旷野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 在约书亚记三章第四节 耶和华神说 要领他们走一条 从来没有走过的路 基督徒的人生 是一个冒险的人生 基督徒的人生 是一个充满着 刺激和挑战的人生 有许许多多 我们做梦都不会想象得到的事 这次发生 为什么 面对这么大的灾难 以色列人还需要先知来呼喊他们呢 难道人的心眼真的瞎到一个地步 连这么大的灾难都看不见 都不知道神在警告他们呢 这是个大问题 你我今天所生存的这个社会 所生存的环境 我们会不会看得见 我们会不会听得见 先知在这里要神的百姓 要他们知道 生命中发生 所有这一些痛苦 这一些灾难 这些危机 其实都有耶和华的手在背后 先知盼望神的百姓 能够从这些的危机里面 去学宝贵的功课 而这一些的功课 不只是他们学会了 先知何等的巴望 他们能够把这样的功课 还要传给他们下一代的人 这就是第三节这里所说的 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 子传于孙 孙传于后代 弟兄姊妹 如果你读诗篇七十一篇第十八节 那里说 神啊 我到年老法白的时候 求你不要离弃我 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 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生命纪三十二章四十六节 又说 我今日所警戒你们的 你们都要放在心上 要吩咐你们的子孙 谨守遵行 这律法上的话 神在这里很清楚地 让我们看见 神要他的百姓 很勇敢地 来面对人生中 所遭遇的危机和苦难 神要他的百姓 在面对危机苦难的时候 在神的面前 好好地学属灵的功课 学到了这些属灵的功课 要传给后代 为什么要传给后代呢 因为神真的不希望他的儿女 每一个人都要重掏覆辙 人生有很多的功课 其实我们不需要经过太多的失败和痛苦 也可以学会的 如果我们肯听前面人所留下来的教训 如果一个人不听 不想 他的生命中 他就只好自己 从惨痛的经验中去体会 那是最贵 也是最辛苦的学习方式 诗篇78篇第五节 到第七节这么说 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 在以色列中设立法 使他吩咐我们祖宗 要传给子孙的 使将来要生的后代子孙 可以晓得 他们也要起来 告诉他们的子孙 好叫他们仰望神 不忘记神的作为 从圣经的启示里面 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 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被提醒 我们儿女的教育 最重要的来源 不是学校 不是社会 不是网络 不是他的朋友 我们儿女真正应该得到教育 最主要的来源 应该是父母 可是今天的悲剧 就是大部分做父母的 把教养儿女 教育儿女的责任 有的推给了学校 还有的人 把他推给了教会 特别是关于儿女 属灵的事情 很多青少年的父母 都来问我 我们的教会 这样做 你觉得好不好 我们的青年团契 是这样的带领 你觉得有什么要改进的 好像他们以为 教会青年团契 要负他们儿女 属灵成长的责任 他们会问我 当然是因为听说 神在我们教会 有一些恩典 听说我们的青年团契 有一些神特别的作为 可是我一直告诉弟兄姐妹 请你记住 圣经从来没有说 要让学校 好好的教育你的孩子 要让教会 好好的教育你的孩子 圣经从头到尾 一直启示 是做父母的 我们一定要花心思 在我们儿女的身上 我们一定要亲自参与 儿女 属士的教育 属灵的教育 我们都必须知道 他们学了什么 我们必须在他们 学习的过程中 不做一个缺习的父母 生命纪 第六章 第六节和第七节 很清楚的这么说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如果一个基督徒 你自己不认识神的话 你不好好的读圣经 你不好好的祷告 我请问你 你拿什么 去教你的孩子 你怎么能够 鼓励 教训 你的儿女呢 我非常的担心 就是在我去的很多地方的弟兄姐妹 参加特别聚会 参加一些所谓的敬拜 参加一些所谓的唱诗啊 赞美啊 都是很兴奋的 都很高兴 都很喜欢 听到一些有名的传道人去讲道 很多人像追心竹一样 跟着跑要去听 但是很少有弟兄姐妹 自己在家里 肯乖乖的 早上读主的话 晚上读主的话 有时间陪儿女读圣经 很少 我们今天希望得到的 是属灵的麦当劳食物 我们希望的 不是 真正 借着读圣经 我们认识神 我们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 我们才有办法 我们才有办法帮助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 需要神怜悯我们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学一些真实的功课 我们没有什么属灵的产业 可以留给我们的儿女 在中国 很流行的一句话 说某某某人穷的就只剩下钱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问你 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 你留给你的儿女 除了钱以外 还有什么呢 你有什么样 跟随神 爱神 认识神 经历神 这些宝贵的属灵的东西 你可以留给你的孩子呢 但愿神 祝福我们 第四节这么说 剪虫剩下的蝗虫来吃 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 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 这几句话非常有意思 这几句话告诉我们 当时神的百姓所经历的灾难 不是一次 是四次 这个灾难 一次完了 再来一次 一次完了 再来一次 读圣经的人 对着什么叫剪虫 什么叫蝗虫 什么叫男子 什么叫马扎 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认为 这是蝗虫生长的四个阶段 也有人认为 这是四种 不同品种的蝗虫 但是弟兄姊妹 你读圣经 你记住 重点是什么 重点还不是 它这四样是什么不同 重点是 一年四次 一次吃完了 第二次再来吃 第三次再来吃 第四次再来吃 那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吃得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了 也有人读圣经 他们认为 这里讲的四次蝗虫不同的灾难 不只是指责当时的时代 所发生的 这个蝗虫之灾的记录 他们认为 这一个四次蝗虫灾难的发生 也是在那里 让神的百姓知道 以后有四个不同的王朝 要来消灭神的百姓 一次蝗虫 很惨 一年四次 这恐怕 我们就不能说 是偶然 是巧遇 先知要神的百姓明白 这是一个独特的事件 是耶和华的审判 临到他的百姓 而这个审判 不只是目前的审判 先知要百姓知道 这个审判 不过是一个警告 让他们知道 将来来的审判 会更可怕 先知希望神的百姓看到说 你看见这么可怕的灾难 千万不要再忽略 耶和华了 因为这样的灾难 把人生命中 最基本的需求都拿走了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严厉的呢 神的心 是何等的巴望 他的百姓 能够快快地 回转到神的面前 神好像已经是不得已了 要用这么严厉的方法 来审判他的百姓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新约的以色列人 我们何等盼望 当我们读约尔书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人 警醒过来 我们不需要大的灾难 我们就能够回转 归向 耶和华 我们的神 我们低头当高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机会 读你的话 我们深深地相信 这些严厉的话 是为着 让你的百姓蒙恩的 让你的百姓回头的 但愿我们 有耳可听的 就能够听见 你今天借着这些话 何尝不再呼召我们 要回转 归向你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来吧 让我们 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 神的殿 踏平将同地道 就是我们 我们 一辆心 靠着道路 因为 学会 比处 与西安 耶和华的 言语 比处 耶路 圣